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膝盖 或是按摩膝盖周围 希望借此缓解不适感 但其实你的核心问题很可能根本就不在膝盖本身 所以这次影片就要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你的膝盖会痛到不能蹲 以及到底该如何找出你的问题核心点吧 其实在我们走路蹲下时呢 大家都只会把焦点放在膝盖上 但膝盖与困关节是个紧密连接的齿轮 互相联动着工作 所以多数的动作都不是单纯的膝盖 而是要膝盖和困关节联动才有办法完成的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平时在走路的时候呢 除了膝盖会有弯曲伸直的动作之外 在跨步往前的时候 矿关节也会做出一个往上抬 还有往后推的动作 两者之间是要相互配合 才让我们跨出步伐的 而同样的相互配合 会更明显的出现在我们蹲下的动作 大家可能只会看到我们蹲下去时 膝盖被弯曲到一个大于90度 最接近极限的角度 但其实呢 与此同时我们的矿关节 也必须被弯曲到一个最极限的角度 因此要是你的矿关节角度受限的话呢 就要去挡住我们膝盖的动作 让膝盖也没有办法顺利的弯下去 那为什么我们的矿关节和膝盖 会如此的相关呢 这我们就要讲讲我们的大腿的肌群了 我们大腿这边的肌群 尤其是股市头肌 都是从我们大腿矿关节前侧这边呢 往下连接到膝盖前面的 而我们在走路 膝盖做出一个上抬下弯的动作时 几乎全部都是靠着我们大腿肌群在动的 因此要是你的大腿肌群比较僵硬的话呢 就要让你的矿关节和膝盖一起被卡住 没办法一起活动 反而是我们大腿后侧的肌群 由于他们是从我们的座骨下缘 连接到我们的膝盖上的 因此它反而跟我们的矿关节卡住 比较没有关联性 那直觉上来说呢 明明膝盖动得越多的人 应该越容易磨损受伤才对 然后在临床上却可以明显发现到说 这类膝盖不舒服的问题 更容易发生在那些退休的长辈身上 或是做事工作的上班族身上 反而那些有运动习惯的人 膝盖不舒服的比例会比较少见一些 或是症状没有那么严重 那以退休老人家为例 这些人膝盖会不舒服的主要原因 通常都是因为他们常坐沙发 懒人影这种比较软 比较容易让身体沉下去的椅子 或是让你的姿势比较厚躺的椅子 那此时呢 我们的脚在髋关节的位置 就会出现一个下沉的V字形曲线 这会导致身体和脚的重量 都压在髋关节的位置 造成大腿肌群与臀部的肌群 变得紧绷起来 那这样呢 就会进而去导致我们髋关节卡住 然后间接地去影响膝盖的活动度 所以如果说你也是没有运动习惯 没有明显受伤史 却莫名其妙要开始膝盖痛的人呢 你必须要思考自己的膝盖问题 是否也是髋关节卡住所引起的 而你是否有坐沙发 蓝骨头椅 躺椅 靠着床头坐等等的习惯 这些呢 都会慢性地去伤害你的髋关节 并且进一步地导致膝盖疼痛的问题 那到底该怎么 分辨你的膝盖疼痛不好蹲 是膝关节本身的问题 还是髋关节间接的问题呢 接下来提供两个简单的测试 来让大家去尝试分辨看看 那它的底层逻辑是呢 我们蹲下的时候 主要是髋关节的动作 加上膝盖的动作 但因为多数人的痛点都在膝盖上 所以就直观认为这是膝盖的问题 因此我们现在要分别将两个关节 做个别的测试 就可以抓出问题到底是谁的 还是两个都有问题 首先第一个测试要测我们的膝关节 要让我们在躺着的时候 像画面上这样子 然后让我们的膝盖去被动的弯曲到底 如果说你在这样子 让膝盖被凹到底的状态下 然后再往下压一点点 过程中都不会不舒服的话 那我就代表说 你的膝关节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要是膝盖有问题的话呢 不管是任何发炎的问题 都会在这样子被压到底的时候 产生出疼痛感 那如果说你蹲下去实会痛 那刚刚前一个测试却不会痛的话 那就可以去接着去检查一下 我们的髋关节 那这个测试方法比较麻烦一些 一样像画面上这样子 在躺着的时候 然后把你的脚弯曲成90-90的角度 也就是让你的髋关节弯曲90度 然后你的膝盖弯曲成90度 然后帮你测试的人呢 一只手抓的脚踝 一只手抓的膝盖 接着就把你的脚踝往外转 那要是有问题的话呢 会觉得你的髋关节很卡 可以转动的角度很小 你会觉得角度非常的不灵活的感觉 而正常来说 可以转的角度差不多45度左右 但要是你不会看角度的话 就看感觉也可以 如果你觉得在转到底的时候 你会觉得髋关节很卡很不舒服 甚至会诱发出腰部 或是骨盆那边的不适感的话 就会导致说你是有问题的 甚至要是你的问题比较严重的话呢 会在这样的动作下面 直接诱发出膝盖的不适感 那么这样就明确的代表说 你是因为髋关节的角度受限 去引发出你的膝盖疼痛问题的 那如果你现在已经确认问题 是因为髋关节所引起的膝盖痛的话呢 我们可以接下来讲说 你可以如何去改善这样的状况 我们这边从简单到难 会各交了两种生长方式 还有两种用球按摩的方式 那同样提醒一下 生长的方数效果会比较差 但比较好操作 那用球按摩的方式效果比较好 但是比较需要操作练习一下 第一个呢是我们骨四头肌的伸展 方法很简单 就是当我们在站着的时候呢 找一个小椅子或是平台之类的 然后以伸展右脚为例 我们可以像这样子 把右脚的膝盖靠在板灯上面 然后用你的右手抓住右脚踝 接着就像画面上这样子 往上折去伸展你的膝盖大腿前侧 并且让膝盖弯曲到底 你会感觉到你的大腿前侧有拉伸感 那因为骨四头肌 是从我们的大腿根部 长到膝盖前缘的 所以如果想要整条拉道的话呢 你必须要让你的左脚膝盖弯曲 并且让身体前倾去增加延展的角度 你可以在这样的动作下面 去更感觉到你的大腿前侧的拉伸感 然后在这个动作下面停留大概5秒 再慢慢地放松回来 重复这个拉伸动作循环个15下 只要拉到你大腿前侧是有拉伸感的 就想说你方法是做对的 但是你不要硬拉 把它拉到受伤就是不好的了 那第二个要伸展的是我们腾肌群 因为这些肌肉呢 从我们的屁股 临近我们的鼓鼓的大端子上面 所以这边的肌肉紧绷 会影响到我们的髋关节的活动度 那要拉伸囤积群的方法很简单 一样用个板凳或是小桌子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像画面上这样子 像是攀腿做的方式 把你的膝盖放在板凳上面 接着呢 就让你的身体微微地往前倾 你会发生这个动作下面 可以拉伸到你屁股后侧的积曲 然后就在这个位置下面停留5秒 再反复做个15下 那要让你觉得拉伸感不够多的话呢 就多做一点把屁股往后撬的动作 可以让你的拉伸感变得更明显一些 那你只要拉到屁股的拉伸感就可以了 不用拉得太过分 而且不要用钝压刺的拉法 这样只会让你受伤而已 那以上两个拉伸动作 都是对于那些症状比较轻微 只是稍微一点卡卡的情况所适用的 那要是你比较严重 怎么拉都力不从心的话呢 那我就建议你用球去放松看看 那这边解释一下 之所以用球不用滚筒的原因是因为 滚筒它没有办法去垂直你的肌肉术 做出拨动肌肉的动作 所以它对你的肌肉的放松效果很有限 所以这边都建议用球去放松 才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那第一个要放松的是骨石头肌的外侧 那做放松的时候呢 要先侧对墙面 并且做出一个垫脚尖的动作 让你的膝盖弯起来 避免大腿的肌肉收缩 那我们要放松的位置呢 大约在我们的大腿前侧 到偏外侧这个地方 接着就靠到墙壁上面 然后在靠到墙壁的时候呢 让你的身体离墙壁有点距离 接着把重量放上去 然后球放松的点就像画面上这样子 在大腿前侧这个位置 接着就用我们屁股去前后扭一扭这样的方式 让你的大腿做一个前后的波动 要是有问题的话呢 会在这个地方找到明显的酸痛感的点 要是你觉得太痛的话 就不要压那么深 稍微把它压轻一点 会比较好一些 再可以接受的放回内 去把肌肉给慢慢的波动开来 那每个点做个10到15下就好了 那可以从上到下找不同的酸痛点 都去放松过一次就可以了 那这边补充一下 你的大腿内侧不用做放松 那另外一个要放松的是我们髋关节后面的臀肌群 那放松会方很简单 就是当我们在侧对墙面的时候 一样微微的垫脚尖让你的膝盖弯起来 接着就把我们的球放在屁股后面 也就是我们大端子骨突边缘的位置 接着就把身体靠向墙壁 然后就沿着骨突边缘去做左右的波动的放松 那因为这个地方在骨头的边缘 所以压起来要是觉得是骨头的感觉 那就是不对的 那你要是找到一个肌肉是被波动起来 很酸痛感的地方 那不就想说你找到对的地方去做放松了 然后就在压起来明显有酸痛感的地方 一个点做10到15下的放松就可以了 你可以去多找几个点做放松 那上面这些做完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蹲下去看看 去感受你的膝盖是否有比较好蹲下去一些 或是疼痛感是否有比较下降一点 如果有说有比较好的话呢 就想说你的问题属于是宽快节卡住 导致膝盖疼痛的问题 那以上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解决策略 但要是你做起来总是抓不到位置 或是不确定自己做的是否正确 就建议你要去当面找个物理指导师 或是医师帮你评估看看 才会更加准确啦 那我最后统整一下这次影片的内容 那就是我们膝盖那边的肌肉 都是从我们大腿前侧这边往下延伸到膝盖的 所以我们宽快节的活动度和大腿周围的肌群 会对你的膝盖的健康度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要是你的膝盖容易痛或是容易卡住的话呢 就要优先去思考一下你的宽快节是不是出了问题 那你有找出你的问题核心的话呢 你才可以做起来事半功倍啦 那你也是没有什么在动 所以总是膝盖痛得要命的人吗 在下面的留言分享看看吧 那这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觉得这影片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